好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你打開之後其實它會有一個這個叫啟動的提示 那如果你像我剛剛講的一開始就關掉也沒關係 從這邊也沒個叫啟動提示 說明這邊就 事實上你會發現Google地球跟Google地圖很像 很像但是它最大好處就是說 它提供更多的功能讓你去做 而且因為它不是在那個所謂的流氧器的介面上 所以使用上應該會比較順暢一點點 它本身也有提供什麼 接警服務 也有接警服務 那麼你可以看一下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要瀏覽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用縮放的對不對 也可以跟我們流氧器一樣用鍵盤上的加號減號去做 那觀看的部分呢 拉桿的外圍就是這個 可以旋轉角度 可以旋轉角度 那它也有所謂的那個什麼 俯視的那個透視角 也有透視角 好OK 那麼這邊應該就比較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關掉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這一樣有導覽 有沒有 在Google地圖上看到的 在這邊都有 所以你點過去 比如說我來自台中 我就一看 就可以看到台中相關的 那麼有的呢 它是會有 可以直接play的 它會有那個地圖 讓你從這個地點 看到那個地點 當然我們再來看 好 這裡一樣 這個就是接警 你就看把它拖到那裡 反正那個小人 大家都很會的嘛 黃色小人 哇糟糕 來到一片荒蕪之地 好 現在進入接警模式 你看 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跟之前有點像 一個是什麼 街警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建築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 景色的部分 也可以看什麼 建築的部分 在這邊有沒有 地面檢視 地面檢視 這個叫地平面檢視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比較不一樣的 好 OK 這個是你看到的 最單純的 那麼 我們先看看幾個基本的操作 你要會的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 Google上面有官方的教學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呢 如果你要做導覽 你可以按住滑手滾輪加拖曳 這個差別在哪裡 不過我現在滾輪的功能 是另外 我這台電腦 我先退出一下 退出這個模式 好 你平常是用滾輪這樣往後退 或往前進 有沒有發現滾輪的時候 還會有點卡卡的 對不對 好 你可以搭配滾輪加上滑鼠 有沒有發現這樣比較 使慕實一點 有沒有 我現在是按住喔 跟我們剛剛看Google地圖 那個地圖有沒有 比較 不是那麼順 對不對 這邊會比較順 順暢一點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我這邊 上面所講的 你也可以按住右鍵加拖曳 剛剛這是按住左鍵 按住右鍵加上拖曳 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好像 德西 有點緩衝的那個感覺啦 不會就是你滾到哪裡 就是 直接就卡在那邊 差一點點 這個是你第一個 導覽鏈你還會做的 第二個就是說 導航的控制啊 那剛剛導航街景 是有稍微騎過了 其實你會Google地圖 再來看這個應該很快 那麼 搜尋欄跟圖層 最大不一樣 這個是跟 Google地圖最大的不同 你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搜尋欄在上面 沒有問題 那你看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我的 這個叫位置 這個叫做圖層 你看喔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很單純的就是 只有什麼 只有就是這些 資料對不對 你往下我先把 圖層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地理資訊 就是這樣一層一層的 你看左手邊 現在有相片 我不想看 我就把它關掉有沒有 這裡 然後呢 邊界地方這個還好 我想看看現在氣象的 我就把氣象打開 我把它往後推一點 我看有沒有出來 有 有沒有氣象資料進來了 事實上不只氣象資料 連那個雲土都會進來 有沒有那個雲層的啊 雲層的部分都會進來 那現在這裡 比較細 來往後推一點 好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我現在顛倒了 來 這裡 轉回來 這樣含幾才是直的 好OK 你看 是不是在這邊 對不對 好那這個部分呢 你還可以選擇 你要看的是哪一種的 它上面有很多種 所以當你的所有塗層都變成這樣 一層一層的 有沒有發現我在看的時候會更 更簡單一點 對不對 那麼如果你想要看我們那個啊 比如說像真骨的這個 它在把握黑猩猩的部分 你可以點兩下 多多 它就會切換到那邊去了 跟Google地圖 是不是比較不一樣 你有這個動畫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有一個功能啊 有一個功能喔 就是 我們這個動畫其實可以把它錄下來 可是 專業版的部分 可以直接把它存成影片檔 那如果是我們現在 就是一般的標準版 它就是存存 存到這個我的位置 自己高興而已這樣 就是你可以在自己電腦裡面播 但是不能把它變成一段影片錄出來這樣子 這個是付費版跟標準版 有一個功能差別 這個就是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台攝影機 有沒有上面這裡有一台攝影機 這個叫導覽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看看 那幾個基本的 像這樣子你會操作 你就會操作眼睛就好了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如果某個地點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好 現在這個地點 我覺得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 我的地圖一樣 我覺得 這個是我現在需要的 我可以直接從這裡 有沒有 把搜尋結果複製到 我的位置把它按一下 好 進來了 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邊 多了一個 當然這個你也可以自己開 自己增加一個 我先用這樣 但是你看一下這裡 打開這裡我看到 比較特別是 這裡還有一個 高度剖面圖 欸 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我們學校 基本上是在一個秋林上 所以你知道 哪邊比較高哪邊比較低嗎 有那種概念嗎 像我們買房子的時候 就要注意會不會淹水 對不對 這很重要 我們在這邊應該是不會淹水 但是你如果 比如說你回家 像基隆啊 台中啊 還是嘉義市區 哪裡比較容易淹水 你現在容易看得出來 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一個 很好用的叫高度剖面圖 你看我把導覽天收起來 喔 我馬上知道 這一點 喔 原來我們最低的點在這裡 有沒有 最高的點我們移過來 欸 是比較靠近這邊 所以我們學校 這邊的地形是怎麼樣 是 從這邊往這邊寢節 有沒有 這樣看得懂嗎 所以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去看 那當然在爬山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好 很好一個方法 我 攻頂的時候 我是在哪個方向 你看有沒有 你從這邊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最低點 欸 那就是像這樣 所以最高點過了 它的三四 你可以很清楚的方法 稍微分辨出來 這個是 在我們的Google地圖上 是不會有的 你在你的地點上 直接按右鍵 叫做 顯示高度剖面圖 顯示高度剖面圖 那 所以呢 大致上的簡單使用 是像這樣 那另外呢 剛剛我們講的 如果你Google地圖 看不到月球 火星沒關係 在這裡 直接過去就好 好 它一樣會再進來一次 有沒有 直接就看到了 這樣了解了嗎 可以啦齁 所以 但是 還是請你先暫時不要當外星人 先回到地球就好了 OK 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你可以先操作一下左手邊的 那幾個功能 包括你可以先搜尋看看 你想要找哪裡 那如果找到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到你的位置 那你也可以搭配我們剛剛的那個圖層的概念 看哪些圖層你想看的 你就把它打開 待會兒我們再來分享一下 那我想要自己做自己的圖層 或者是怎麼樣 我想要在網路上 找看看有沒有人家做好的 那些資料 公開使用資料 怎麼把它叫進來